也是一样,常如是一时而显现出来 境界不巨顾,有时候的境界的因缘并不巨足 不是一时同时巨足 这个时候外境变次第 怎么样?叶转身,叶就是引起 此时外境变次第引起的叶用 逐渐的令诸式产生而转转身起 前面说,一下子境中向,一时巨项 这里有时候说,因缘不巨足 怎么样?慢慢彻底的转身 把笔放下来,我用个笔 你就听到,为什么一时转现 有时候一时因缘不巨足 渐渐的彻底的转身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立刻听 你就立刻懂 就我们现在啊,不是坐过台铁 而是坐过高铁,对不对? 坐过高铁 大家都坐过高铁 不用急,大家一定坐过高铁嘛 好 我现在坐过高铁 还没有开动的时候 你看,这风险 是不是一时同时显现 比如说你在左营站 哦,一时的景象 同时显现 这高铁慢慢慢慢启动 开开开开开 怎么样? 开了以后 下一分钟 跟前一分钟 风景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然后一分钟一风车一直过去 风景怎么样? 赤地显现 知道吗? 赤地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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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圆顿大教里面 师尊讲 发一顿意见 这句话 是很重要的 发一顿意见 就是发 因缘最初的时候 是一时顿现 可是因缘不最初的时候 是彻底显现 所以发一顿意见 一顿就是同时回归当下 他说是顿 可是因缘不记住的时候 慢慢显现 叫做 叫做 渐渐的显现 渐渐显现 所以发一顿回归当下 就顿 可是呢 顿 有时候因缘不记住 就会变成见 就像你坐高铁 高铁你每一秒钟 睁开眼睛 叫做顿现 对不对? 可是你下一秒钟 看着跟这一秒钟 又不一样 叫做渐渐的显现 这样的朋友懂吗? 这是发一顿意见 所以 在言顿大教里面 是没有真论的 真论 其实你是跟无名在对话而已 真论只是在跟你自己的无名在对话 因为你对究竟的真理 不懂 你内心里面有无名 没有拥有 不是拥有真实的真理 无名 只是在跟自己的 啊 内心里面对话 内心的无名对话而已 争吵也是 所以 真论也是 真论在 你可以在跟谁争 跟你内心的无名 就是 悟到真理的人 他要跟你争吗? 那你不赢啊 好你赢啊 你要赢就让你赢啊 我也没输啊 对不对? 赢输也只是个观念而已啊 是不是? 只有凡夫俗子在一较高下 争一个高低 那是赤低啊 辩论争一个书言 那是生灭的代名词啊 圣人不落入生灭 当然就没有赤低了 开悟跟不开悟 开悟跟不开悟 他的生命观 但是生活 是截然不同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此时外境病赤地啊 引起业用 逐渐令诸世产生 因而展展生起 接下来 世则是所事 就是第六意识 世则就是第六意识 世就是了别 所事就是前五世 落下的影子 这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段是讲 什么叫做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 世则就是 什么叫做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怎么来的 就是了别 他所认识的前五世 所落下来的影子 接下来那一段 一则一未然 什么叫做第七意识 穆纳世 义就是第七意识穆纳世 什么叫做第七意识穆纳世呢 义就是心啊 心义啦 为就是义为啊 然就是如此了 意思是 义之八世 见相二分为自我 而且自以为然 坚定不已 这就是诸位 这个 就是所有的众生 最能突破的 就是看到什么 知足什么 同时建立内外 建立了见相二分 众生呢 建立了三种 建立内外 建立见相二分 建立了能手 这是众生 建立内外 圣能无内无外 内空外空 圣能没有能锁 无能也无锁 圣能也没有见相 也没有相分 因为见相二分 来自于自体分 来自于自体分 没有能锁 所以义则义未然 就是什么叫做第七意识呢 第七意识就是 义就是这个心义啊 为就是义为 然就是如此 就是当他落入观念的时候 牢不可巴动 他不知道 智慧是有弹性的 十年前 持着的观念 他是慢慢会改变的 慢慢会改变的 所以 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人生 就是内心跟他有弹性 内心给自己有个弹性 因为法无定法嘛 对不对 每一个角度都可以切入真实意嘛 所以为什么叫你 碰到什么事情 要往好的一个角度讲 这个是比较消极的修行 比较消极的 消极啊 比较消极 那是没办法 因为凡夫没有见性 可是见了性以后 他就知道法无定法 任何事情 东西都有弹性的 所以用弹性的角度 波罗智慧 来看一切时间 把身跟心 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可以调整到最圆满的 所以 用波罗智慧 调整你的内心世界 正 就像弹琴 对不对 弹琴 弹琴要弹到 拉得太紧了 我弹过吉他 以前有弹过吗 我弹过吉他 我弹过吉他 拉得太紧了 咚咚咚 没声音 拉得 放得太紧了 咚咚咚 对不对 弹过吉他的人都知道 我弹过吉他的人都知道 我弹过吉他的人 弹过吉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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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就知道 用弹性 调整你的内心世界 是有智慧的 实际了当讲 就是 不要死死一个角度 都无法挣脱 比如说 你那个人很讨厌 这个人很恶劣 很恶劣 你很恨他 假设说 那么你就转移一个观念 今天你欺负我 霸占我的权 我哪里没办法 没关系 你就退一步想 总有一天 你会被人家造训 总有一天 你会碰到 比你更恶的人 来教训你了 有时候闹到生命都没有了 碰到这个恶人 啊 我们 就宽恕他 远离他 我们这样就慢慢的放下了 就是 如果说阿姨 你爱一个人 爱到死去活来的人 是不是啊 啊 那个时候 霍宫 曾宣传 那是因为不了解 为你接工啊 你真一个皇帝 皇帝有什么好争的 他们的龙袍 统权不是很辛苦 你跟他拜 统权不许戏 灵杀在那里面 穿着龙袍像一个皇帝 脱起来不是光光的吗 你过得很实在 有什么好争从的 好 皇帝死了以后 也是几根骨头啊 你清朝的那些皇帝 到现在 你有看到哪一个 剩下来的 尤其是皇帝 不可一世的 死了以后 后杖 结果那个很多东西 都大目的 都被偷光光了 有时候去看 没有啊 他就是皇帝的名字啊 雍正然家庭 清朝队 咱们中国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有拍不完的电影 最后一个啊 吾有赤地 吾有定赤地 是吾则以显现 是前五四 则以显示 现就是限量境界 随境前后转身 吾有一定的赤地 吾有一定的赤地 师父再解释一遍呢 那么这一段 明天会再补一次 我们再两分钟就下课 说鼻腹心中所现的不真实像 就像海水中所起的波浪 就像镜中所显的这个像 或者是梦中不实在的梦 一切众生啊 这心跟外境有时候因缘具足 就一时具现 众生以心外之境也是这样 常一时顿线 但是有时候境界的因缘不具 就是不具足的时候 这个时候外境变次第啊 引起业用 逐渐令主事产生 因为展整生起 四则四所是 什么叫做第六意识呢 第六意识者就是了别 第二个四就是了别 不所谓第六意识呢 就是了别 前五四所落下的样子 什么叫做第七意识的摩纳四呢 义呢 就是心 为就是以为 那第七摩纳四呢 就是心以为认定所看到的 完全是正确的 去执着那个是对的 然就是如此 没有办法撼动改变它 那么什么叫做前五四 前五四怎么升起的呢 前五四则是以显示的限量境界 而鼻舌生意识呢 都是面对限量的境界 随着境界的前后转身 因为因缘不计足 所以没有一定的策定 因缘计足的时候 一时顿线 因缘不计足的时候 策定出现 好 我们呢 讲到这个地方 明天要上课 明天要上课 我们还是一样了 2012快结束了 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已经过了 还有这个 And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没有礼物 没有什么礼物 没有什么礼物 不然你就去看人放烟火 你就去看人放烟火 要不然要怎么跪立了 要不然有虎发的人 要不去看一看的 以前有脸 那有可能 对不对 那明天要继续上课 明天要继续上课 好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孝哨在座作诸位法师 诸位护法 即使大德 回向本讲堂 孝哨点灯 及晚领排位 拔队者 回向南都阳的参世 纳过他一切亡领 回向花领 分宴 活兴世 文书讲堂分宴 活兴世 纳过他一切亡领 一起念 上报是从恩 夏季三苦苦 悠悠见门者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同生极乐我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年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身 无罪菩萨 明漫离 好 明天继续上课 下课 04922728-3 0492271935 佛医法会通告 日期 12月9日 详情请跳 037743320 文书讲堂各项活动资讯 欢迎来电索取 或光明文书讲堂网站 www.wenshu.org.tw 明年提供 mondan 近年 未经计 分开 融合 等 thy 将通道 担期 使用 我们